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22日,晚上9點22分,在香港時間,在大京酒店錄這段視頻。 一如既往,第一節是講恆子、賭子和兩隻股票,上個星期我提過的,是每日一股,那幾天我會在YouTube發佈,看看我所探討分析的差池和準確。 另外,今天因為在大京用的儀器呢,可以比較用,不是最理想的那些,我想要去鴨窯街走一轉。 現在用這個呢,就是在Amazon訂的一個咪,可能接收會小聲一點,希望大家就將它音量放到最大。 今天呢,兩段,第一段呢,是比較10-20分鐘,正常錄,第二段呢,是講回這個,香港的經濟和政治的因素。 現時呢,比較亂,這樣,會影響了我們的未來經濟狀況,所以呢,應該都會錄多一段,兩段是有點不同。 先講傳統的這一段,希望大家留意,那先看回這個恆生指數,恆生指數呢,在我面前,即是我的電腦,那面前的收市呢,就是28,371, 那就是,嗯,跌了394點。那當那些朋友問,那是恆生指數跌了394點,那未來的走勢是怎樣呢? 那,你可以拿回我上個禮拜,和再上一個禮拜,即是7日前和14日前的Youtube,我畫了這條線的,那條線呢,是恆生指數的上升軌。 那,現時來說,恆生指數,今天,今天,是剛剛好,因為那條線在我電腦面前,那我就,沒有,上不到給大家看,但你可以對照回,那這條線是怎樣畫的呢? 那是我上個禮拜,教過大家畫的,今天恆生指數的最低位,ok,28303,就是剛剛站在那條線的上面,剛剛在那條線的上面, 今天最低位,收就收高幾十點,那即是說呢,在,如果明天,這條線是上升軌嘛,那現在恆生指數剛剛在上升軌的這個位置,那如果明天恆生指數呢,是跌低過28303,即是跌過今天的最低位呢,那就麻煩了,那恆生指數呢,就, 就,未來呢,就會短暫,沒有運客,那,那,沒有他,的,待會留意我,另外一段的政治和經濟分析,大家就會明白,ok, 因為現在香港真的叫做粒粒亂,ok,還上了國際頭條,那,呃,呃,旅客都不敢來旅遊, 今天的報紙都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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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航空,都說,是叫那些空母人員,呢,即是服務人員,是不要留香港過夜, 在這一種的氣氛,還有一點就是說,如果當治安亂到警察都躲不出來的時候,即是說是無治安的狀態底下,那,怎麼會有一個好的經濟呢? 所以呢,希望大家理解,恆生指數呢,今天,今天,7月22號,是去到最危急的時候,就是說,將可能會跌穿這個上升軌, 因為,以現階段的狀況,是應該會跌穿的,因為為什麼?因為我看不到,在政治方面呢,有任何的改善,經濟呢,就會一路會被拖下去,ok,就算你怎麼厲害都好,都沒辦法, 所以恆生指數,未來來說是,如果站得住這條上升軌,站得住在28303上面呢,大家都還可以安心,一站不住呢,就大家好走貨了,ok, 那,除非投資日記,只是說明日,不是說昨天,看了之後,大家起碼可以保本,另一方面呢,看看讀刑斯指數,那,我首先,正說錄之前,已經將幾幅圖, 放在面前這個電腦,這個電腦是,大京酒店多謝啦,大京酒店呢,就, 大京酒店呢,就,Executive 4呢,就,提供了兩台電腦給我用,那,應該是給大家用,不過呢,我就剛剛現在輪到我用,那, 那,我是十幾二十年都是這裏的場客,啊,我對這裏的服務呢,非常之滿意,如果我大女還在,即是我的其中一個女,呢,都是在大京酒店這個代產出生,香港出生,啊, 所以我,我原來是很喜歡香港的,啊,OK,連女都放在香港出生,大家就知道了,我連加拿大都不選,啊,好啦, 好,讀刑斯指數呢,就跟香港指數當然是不一樣,啊,讀刑斯指數呢,是有一條大概30度的斜線的上升軌, 這條上升軌呢,如果你真的要畫的話,你可以將,啊,在,呃,在,看先吧,現在是9月21,7月7月、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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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月6月6月, 你可以將6月13日,6月14日那個低位,還有這個,啊,7月9日那個低位,這兩個低位畫到,你會發覺呢,這兩個低位就是一條上升軌, 道指很明顯仍然是在上升軌的上面 雖然現在你看到它打橫行 如果不認識那些就以為它打橫行會跌 其實不是的 它一打橫行 然後還未碰到上升軌 上升軌在這裏 它在這裏 它可能再橫行多一兩天 就算跌少少也好 只要站在上升軌上面 它仍然會向上 所以美國的股市 如果你拿著的話 暫時它還在上升軌上面 不需要賣出 不需要賣出 還有它已經1、2、3、4、5、6 但它牛皮了6、7天 牛皮真的橫行 6、7天消化了之後 它再上升的機會 是會向高一線的 這就是買美國股市的朋友 大家可以安心 雖然今天道歉斯之數 上一天收市 跌了68點 這是未必足度的 看水肥投資的幾個好處 就是告訴你明天的市況 其他各大市場 因為現在現時 我先說了兩隻股票 因為其他各大市場 有很多朋友的未必是會關注 但待會我都會看看台灣指數 我在這個每日一股 是講了兩隻股票 其他股票就是1093石藥集團 是香港的股票 石藥集團是由1093 我上星期講了之後 它是打斜打斜打斜 然後就橫線托著 慢慢牛下去 當時我分析是在 2019年7月16號12點半 我是這樣說的 當時1093造價是13.6 指示位是12.56 12.56指示位 那這幾天 之後有沒有見過12.56的低位 沒有的 所以不需要指示 若未來一週 暫在13元或以上 日後有機會向上 那這一週 即是1093 整個星期的最低位 什麼時候呢 最低位就是今天 今天的最低位 是13.06 13.06 跟這個度 恆生指數一模一樣 即是怎樣 即是說 這1093本來上的了 它都這樣牛牛 現在站在支持位 13元那裏 我說如果在13元或以上 站得住 我們有機會向上 但如果站不住 13元的話 乾弟走得摩 大家明白 那這些股票 就好像恆生指數 如果跌穿了 上升軌 它就會向下 這個分析 在上星期已經說明 買升又怎樣 買跌又怎樣 OK 如果站在13元或以上 有機會向上 今天7月16號 離開一年的下降軌 本來剛剛離開下降軌 表示不會再大跌 有機會先橫向發展 然後再找機會向上 上面下一個目標 應該是16.5 短期目標 這個股票 在1月4日最低 做9.9 5月28日最高 做26.7號半 中線是看好的 最重要是股東操作正常 這些大陸股 或者是中資企業股 如果是股東操作不正常 什麼都死 股東操作正常的話 是會有一隻好的情質股 但記住 它今天站在13.03 這個剛剛就是支持位的上面 所以不要讓它跌穿 跌穿這個位的話 根據我上星期的分析 就要平仓 OK 希望大家理解 而準確的支持位是12.56 即是13 12 接近13元 OK 另外一隻股票 我上星期也有說 就是銀河娛樂 銀河娛樂 我講的時候 是這樣的 先講講我上星期的分析 每日一股27號銀河娛樂 現價呢 當時是57.2 今天呢 是55.95 OK 今天是跌了2元 比起上星期 你看上星期我分析了 就是2017年7月16日 12點半 我說這隻銀河娛樂 這隻股票呢 是一隻長期上升股 五年上升 通道維持在30度左右 近年雖然有些波幅 但短期正是向著 62元1毫的位進發的 但是指示位 53.5毛半 記住 指示位53.5毛半 另外在55元呢 有強力的支持 適宜短炒 向上 但是53.5毛半是指示位 OK 強力支持55 我們看回這幾天 這幾天 銀河娛樂 這隻股票最低的位 也都是今天的位 就是55.7 55.7 而我講了 55元有強大的支持 它這幾天都沒有跌穿過55元 所以 分析仍然有效 只要它站在55元或以上 它仍然是一隻可以持有的股票 但指示位是53.5毛半 不過 以香港的經濟 和政治環境 炒什麼都死 所以呢 大家希望 即是說 可能真的要放假了 收手了 OK 那麼 雖然 水比投資很準確 告訴你 指示位在哪裏 它還未到 它還在撐得住 這些位 但如果經濟 和政治掛勾 一向 再搞下去 亂租租的話 所有股票都要跌 恆生指數都要跌 所以 變成了 投資 就真的要休息 OK 好了 講完這幾隻股票的話 我們看看 台灣的指數 因為 台灣是比較近 我們 加權指數 台灣的加權指數 我們看看我的 iPad OK 它是 台灣是收10944 升了71點 那麼台灣的指數 近況又怎樣呢 那樣 我有一股iPad 在這裏 雖然有反光 未必太清楚 OK 台灣加權指數 在上升軌 還在上升軌 而今天 是升了 比起昨天來講 OK 還有呢 今天的升幅 還是穿了 7月2號 穿了7月1號 那個高位 即是說 台灣加權指數 已經是向著 另外一個高峰 香港 向著5月初 那個高位 多少 5月初的高位 11097 那裏進發 台灣指數 都已經向著 一個高峰 那裏進發 推進 香港呢 唉 但另一方面 我剛剛從高雄回來 其實我自己比較 高雄和香港 比 高雄呢 10個報頭 差不多有3-4個報頭 都是關門的 沒有開門的 在大馬路上 經濟是非常之差的 OK 在這麼差的環境 氣氛 還有呢 青年人很難找工 高雄的人都要上北上打工 在這麼差 都叫做 起碼台北市之後 第二個大城市 起碼都高雄 人口計 都經濟這麼差 但股票一樣向上 大家想而知 我們香港的股市是幾慘呢 OK 台灣仍然向上 雖然呢 即是實體上面呢 無論在這個 地鐵 在地鐵 各方面呢 暫時呢 都沒有香港那麼先進 但有一件事 他先進了香港 就是 起碼他可以有 一人一票投票 起碼可以反映 他以前的司法制度 都不夠香港好的 OK 但今時今日的司法制度 香港已經慢慢 是向前足 向後 開倒車 那今時今日 香港的警察 都沒有去保護 我們的香港的市民 台灣的警察 起碼 不敢 會這樣做 而在 美國航空的人員 都不敢在香港 過夜 但他們會敢 在台灣過夜 在這種 分別之下 你又如何期望 香港的股市有進展呢 雖稅比投資 真的 可能要越廣越短 暫時來說 暫時真的不要適宜 在香港買股票 但相反來說 美國OK 台灣都OK 台灣 經濟這麼低落 我親自看完五六日 經濟這麼低落 都好過香港現時這個環境 OK 我希望大家 就是 保住本 然後就是 小心投資 其他限定 各位呢 我們都留下 在另外一節 我講政治 和經濟方面 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 《水肥投資日記》 就是 分析了這些 主要每日一股呢 我都盡量堅持 給香港的股票 一些分析 和給美國股票 一些分析 但是 大家希望大家 體諒 這兩個星期 其實我是在 香港 台灣 這邊 其實是一個 Vacation 即是家庭的Vacation 帶上三個小朋友 會比較忙少少 但是呢 過兩日 25日我就飛回來 溫哥華 那時候時間真的很多 因為小朋友 還在這個外府 外母 即是廣州家 到時候我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分分鐘 隔天又錄一些 隔天又錄一些 都不足記 希望大家體諒 因為呢 就是 還有多謝善賞人翁 如果你捐了錢 的話呢 那我沒空檢測了 一個月左右 再檢測一次 一如既往 戶口平衡有多少 全數捐出 希望可以幫助到 學校買多些書 還有 也都希望呢 是 看我分析的 起碼 有錢賺 或者 起碼不會蝕錢 OK 多謝大家 這是水批投資日記 今天是7月22日 那我過幾日 我們再見